5 4 3 各位網友大家好 最近的視頻有很多則 都是有關於美國的 那麼最近一則呢 也特別呼籲兩岸的同胞 大家能夠聯手來對抗美國的霸權 所以也有網友就說啦 說看樣子主席你很反美的哦 我說我在這裡跟大家說 我不是反美 我是反美國政客 但是不反美國人民 可是我對美國 我並不喜歡美國 什麼原因呢 因為當年1971年的時代 我也在美國待過 也在美國進修 我念的是加大醫學院 也是非常有名的UCSF Medical Center 那麼這個UCSF呢 是醫學界的醫學院 沈富雄是我的學長 我們沒碰在一起 但他比我早一兩年 因為我是在台灣先念了研究所 然後後來才出國的 我為什麼不喜歡美國 就是當年我在美國進修的時候 我看到美國是一個非常勢力的國家 這個美國的這些大佬們呢 非常優越的 優越感很重 對於中國人 他們是不會後代的 看到中國人呢 多多少少是瞧不起 那我們在美國的地位 甚至於不如黑人 所以我當時在美國待一段時間呢 我就看美國這樣一個現實的 比較勢力的 尤其對亞裔人 不一定單單中國人 還不如黑人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不喜歡美國這個環境 所以回到台灣來 當時呢我的哥哥我姑媽什麼都在美國 當時希望我留下來 我說我不要 因為這不是我喜歡的環境 那麼這一次我們在視頻上面 特地談到的就是對抗美國霸權 我呼籲兩岸的中國人來對抗 我倒沒有加到全球的華人來對抗 因為要凝聚大家的一個團結的向心力 凝聚力的話 兩岸的中國人比較能夠先凝聚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華人 尤其在英語洗系的 比如說加拿大了 澳洲了 紐西蘭了 甚至印度啊 這些的這個華人呢 基本上跟美國的華人比較雷同的 分很多類 大多數的華人是不不喜歡政治的 因為在美國的環境裡面 當時我在那邊 我的朋友們一個禮拜 發一次薪水 也就是發週薪 拿了週薪以後呢 禮拜六禮拜天 週末就出去遊玩 到海邊去 或者到加拿大去吃一頓中國餐 就是華人在這些國家沒有太大的志向的 就是到了美國 反正乖乖排列 念書的念書 開小小企業的 做小生意 小買賣的 就安分守己 等到週末了 大家就出去遊玩一下 因為這種日子非常的單調 沒有衝勁 所以我對那個社會呢 當然我不會去干涉別人了 因為我有很多好朋友在那裡 但是我自己比較喜歡那個節奏快的 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而不是就在那裡很平穩的過生活的 我想所以當時念完了 要我留下來什麼我都不願意 我還是回台灣 這種忙碌的節奏 快速的節奏 忙碌的生活 是我比較喜歡的 那麼我對在這些國家的這些同胞們 我那個時候大陸還很少人去 後來大陸才有大陸的同胞到美國 越來越多 我在美國的時候大多數是ABC的 也就是American born Chinese 還有那就是香港的這些澳門 這些菲律賓地方的同胞 到美國生活到美國念書 要不然就是台灣的留學生去 我就覺得大家大多數不願意涉及政治的 就是對於政治不太關心 這是大部分華人們的一個方式 生活方式 那麼當然也有少部分的非常關心政治 但是因為關心 那就分很多意識形態 分很多族群了 那麼當然有清中有清台也清美的 也有既不清中也不清台也不清美的 那麼當然也有就是清中不清台 清台不清中有各種類型 所以這些關心政治呢 就參與的活動都侷限在自己 所選擇的路線 選擇的群眾 選擇的社團 所以分得非常逼雷分明的去各自參加 那麼過這樣的在國外的生活 當然也有一部分人關心政治 那更參與政治 也就是他來出來選 參與美國的社團的活動 然後來選推動社團的活動 做負責人 進而再去參加這個民意代表 就是基層的這一些代表的選舉 所以大概全球華人 你說現在我假如呼籲全球華人 大家團結對抗歐美的 對抗美國的霸權 或者對抗Trump 我想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才在視頻裡邊 先呼籲兩岸的中國人 大家一起聯手起來 對抗美國的霸權 但是我在這裡啊 談這個呢 主要我還是要跟全球的華人們呼籲一下 不管你在待在哪個國家 但是你的根基本上還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那麼或者呢來自於台灣這些 當然到了國外 你有國外的生活方式 可是對於自己的根還是要有所懷念的 有所關懷的 那麼更何況在過去談到中國大陸 就覺得是落伍的落後的 就覺得大陸沒有什麼樣的表現 可是人家這二三十年來突飛猛進 趕得上時代 甚至於超越時代 所以大概華人呢 就慢慢慢慢 自己的這個 跟自己的祖國 現在表現不錯 所以也願意再回到大陸 那麼在當Trump現在排斥中國的精英分子 那麼現在不給簽證了 請他們回到大陸 我說這也很好 正好讓我們的人才啊 不要為美國所用 當他排斥這些年輕朋友回中國大陸 他不想一想 今天硅谷也好 今天在美國多少 我們的一流的優秀的傑出的人才是曾經 而且現在還在為你美國所用 所以當你現在不要的時候 我相信留在美國的這些精英的人才 也會非常心寒的 大家為這個美國奉獻了這麼多 今天你Trump說不要就不要翻臉跟翻書一樣 這個也會讓我們真正還有國家民族觀念的 還懷念這個根的這些精英分子 心裡一定會有一些不太愉快的感覺 那我只是在這裡點出來 我希望所有在海外的華人們 大家要了解自己的根能夠砸得更深 那個因為根砸得深 樹根很強壯 枝葉很茂盛 那這是一個光榮的 也就是當我們自己的祖國 能夠出人頭地的 在突飛猛進的 能夠超越現在的世界的第一強國 美國我想多多少少我們與有榮焉 因為這是光中耀祖的這個表現 那麼在全球的華人 當你想到我們正式在崛起的時候 是不是考慮一下 大家能夠在Trump運用 其他他的能夠指揮得動的國家 都在圍堵中國 甚至要製造 中國不僅是圍堵 還要製造動亂 讓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 遇到障礙遇到挫折 或者在起來的這個時光裡邊 能夠被世界其他的霸權國家打壓下去 我想華人們你們 假設聽得懂我講的話 大家應該多一點關注給中國大陸 讓他們能夠在平坦的道路上追求發展 平坦的道路上去尋找一個適合於中國人的 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政治制度 跟社會的倫理規範 我想這是我們對於自己同胞一點期待 在這裡呼籲大家 全球華人團結起來 對抗西方的霸權